你知道水浒传中哪把兵器最厉害吗 你绝对想不到排第一的 竟然不是卢俊逸的枪棒 为了让排名更有说服力 我连一爆竿在网上查找资料 终于盘点出十把最厉害的兵器 接下来各位看官请睁大眼睛 咱们一起观看 第十位 李葵的双手板斧 黑线风的本领虽然不算一流之列 但他手中的双斧却是两军阵前不可或缺的射敌骑兵 你临冲本领再高强 一枪也只能点一个 你官胜大刀再锋利 一刀又能放到几个 李葵手中的双斧可就不同了 两军阵间如同排山倒海的斧浪一般 滚过去便是死是一片 每一次陷入重围需要杀出一条血路 无不是李葵的双斧冲锋在前 李葵的板斧是凉山军队 快速斩杀敌人有生力量 和威慑敌人心理的最佳兵器 李葵对于此器械的技术 他掌握的还是挺熟练的 很多时候李葵冲阵时 书中描写 对方士兵均是哪里挡得住 至于李葵用合招冲阵 却没有更多描写 但是他绝不会乱砍 在江州劫阀场时 士兵集体用枪去刺他时 都被他破了 李葵拳脚功夫粗糙 双斧和普刀技术一般 但就是这样的粗糙汉子 一对板斧则足以帮他大杀四方 简单粗暴耐用 众人适用 与花儿不实的精致器械相比 何尝不是一件好兵器 第九位 武松的青龙白虎双刀 武二郎步战的本领自不必说 锦阳刚打虎最打脚门神 大闹飞云谱卸剑鸳鸯楼 无一不显示出其超强的战斗力 武松也是越战越勇心 越是出于劣势 越是血性激发斗志昂扬 要是殊死相搏 可能鲁智生关圣和卢俊逸 恐怕也不是五胜对手 自武松在孙二娘处 得到两把血花并铁绒刀之后 更是如虎添翼 战斗力直线上升 双刀一出事 便先拿飞天无共做了计辟 武松一生快颜愁 杀敌无数 历经生死劫难 最后选择出家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此后战官兵讨辽军 争方辣 双刀屡立其功 武松手中飞舞的双刀 所具备的杀伤力 令任何敌手都不敢小亏 第八位 鲁智生的水魔传杖 鲁智生的水魔传杖 重62级 恐怕是梁山驻将 乃至水浒传中 布下兵器里最沉重的兵器 世大力尘的传杖配以鲁智生高超的本领 和不戒的尽力 挥舞开来拥有排山倒海 横扫千军之势 不论是一对一的酣战 还是千军万马的厮杀 鲁智生的传杖都显示出 独树一只的战斗力 鲁智生的水魔传杖 拥有超强的一对一作战能力 和不逊于李逵双斧的徒人效果 花河上鲁智生 梁山天煞孤星 布军头领第一 鲁智生拳打正关西 盗把垂扬柳等故事 可谓快智人口 梁山108好汉 哪个最有侠义心肠 绝对非鲁智生莫属 而他本身就是力量型的选手 盗把垂扬柳打烂半山亭 哪一个不是要用九牛二虎之力 所以他用的兵器也是相当夸张 要求铁匠特意打造的水魔传杖 鲁智生神力加上 这62斤重的水魔传杖 真是威风八面啊 第七位 花容的天地日月宫 北斗七星剑 如果说李逵的双斧是地毯式轰炸 那么花容手中的天地日月宫 北斗七星剑 就是精确制导兵器 从来都不是为大规模杀伤准备的 它往往被用作斩首行动 和高精度精准打击 在铸家庄 射掉用作指挥的吊灯 便是其经典战力 花容手中的弓箭 小李广花容的剑术 可谓是水浒凉山第一 最开始显露剑术 是碰见郭胜和吕方比武 他们两个方天画戟上的彩条 缠在了一起花容在很远处 一剑射过去直接分开两集 花容上凉山后 朝盖想看看花容的剑术 正好天上飞过一群大雁 花容说要射第三只雁的头 于是他张碧开空 大雁应声而落 花容多次射杀敌人 不仅能躲过敌人的偷袭 还能顺手接住剑 回射死敌人 可以说剑术无敌 但好功夫配好装备 花容的剑术也离不开好的弓箭 一只成熟的武装力量 怎能缺少得了高精度的中长巨制倒兵器 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飞黄石 其实还是地上剪的石头 不过到张青手里就厉害了 如果说花容手中的利剑 是中远程精确打击兵器 那么梅宇界张青的飞石 就是禁具短程精确打击兵器 张青的飞石隐蔽性强 让人防不胜防 张青在梁山上 用飞石接连击败梁山15元战将 徐宁 忽元卓 杨志等一流高手 百发百中 但无虚发 一个张青想当年在东昌府 可是连打15元梁山战将的 如果按照黑猫白猫抓到老鼠 就是好猫的理论 张青排在这个位置都有一些约 毕竟梁军阵前 只以胜负论高下 你连进张青深的机会都没有 本领再高有何用 还不是会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你能打得过张青手中的梨花点钢枪 你能闪得开张青手中神出鬼没的石子吗 第五位 徐宁的禁钩闪电枪 梁山上比徐宁武艺高强的人不在少数 但有徐宁这般专长的战将却为数寥寥 作为一支武装力量 面对两军交锋 必须得有勾连枪这样的专业战术兵器 才能不具莲花马之类的军阵交锋 况且徐宁手中的长枪单打独斗 也非泛泛之位 徐宁当时是金枪般教头 说白了就是皇帝身边的护卫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内侍卫 保龙业族零零放 负责秘密保护皇上 还有保护皇宫内外一切产业 虽说徐宁没有在水浒传中 位列五虎 但他的武艺也非常了得 在攻打东平府时 徐宁凭借金钩闪电枪 单挑双枪将董平 五十回合不分胜负 徐宁的金钩闪电枪 在战场上威力十足 专门克制忽炎卓的连环马 也是大部队的克星 没有战术兵器的军队 不是一支成熟的军队 第四位 林冲的杖八蛇毛枪 林教头在施工笔下 是按小张飞的模子来写的 除了具备张飞的相貌和勇猛之外 林冲武艺根基深厚 拥有金战高超的技艺 作为曾经的八十万进军教头 精通的兵器也较多 可以棒打红教头 土刀占阳智 也可以枪挑山神庙 但是后期上山后 用的最多的还是杖八蛇毛 因为林冲效用善战 军中也忽畏义德 林冲使枪的技术水平 应该远在杀猪出身的张飞之上 是以这把杖八蛇毛枪 在林冲手中 使来如同蛟龙出海威力非凡 林教头的枪 就是百战百胜的代名词 豹子头林冲 梁山五虎将之一 第三位 官胜的青龙夜跃刀 大刀官胜 出场虽晚排名却力压林冲 排在梁山四大场尾之后 除了高贵的武圣血统 便是这口出神入化的刀 官胜在林州大战 善庭龟使出神威托起 神威托起刀背 只一拍 贺一声下去 善庭龟直接被杀落马下 由此官胜的厉害 官胜一出场便 力战豹子头林冲 霹雳火齐鸣 两将未分胜负 仅此一战便确立了大刀官胜 一流战斗力的地位 也让青龙夜跃刀 挤进了兵器谱的前三甲 官二哥的后人 岂是泛泛之辈 第二位 卢俊义的枪棒 枪棒天下第一的名号 绝不是白给的 每每梁山遇上超一流的劲敌 都得卢元外出面搞定 出手就是狠招 一般不和对手 你来无往的忧着 两三下直接解决战斗 浪子燕青是他家的杂役 豹子头林冲是他师弟 你林冲厉害吧 你官胜牛掰吧 在卢元外面前 都得恭恭敬敬 这把枪在卢元外手里 就是天下无双的第一神兵 枪棒天下第一的名号 不是吹的 无论是马上还是马下 这一点都是认可的 第一位 宋江的嘴 你再厉害的神兵力气 也敌不过宋江的嘴 一顿哥哥弟弟 愿为山寨之主的忽悠 认你是威震天下的名将 还是雄霸江湖的豪杰 无不跪倒在宋江面前 那头便跪 可见宋江的嘴 乃是梁山上最为厉害的压轴兵器 再厉害的神兵 也只能打倒有限的人 可宋江的这张嘴 却能忽悠到全天下的好汉 宋江让我联想到刘备 但绝不是拿宋江与之媲美 只找到一个共同点 比如都是实力派演员 本身谋略和武力都不算出色 然而一个战胜为王 一个自立为王 情商实在是高啊 大家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